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出席名模大赛记者会无尊也有了在台湾开健身房的念头 看到台湾兴起的健身风潮 他也觉得自己当初的坚持是正确的 对于演艺圈中身材超赞的明星 无尊自然也是心里有数 欣赏的我觉得蛮多啊 像购物质他也很棒啊 因为你知道吗 健身你要到就是你要一直保持 然后我觉得要保持的话是要需要很大的意志力 你觉得你有看到周杰伦的吗 周杰伦的我 我知道他现在很壮 可是我没看到他的身材 对啊 对于已经上映的电影中烈杨家将 周一鸣无尊等几位寻男路眼拉票的手段 自然必不可少 那放狠话也是吸引关注的一大手段 之前在沈阳的活动上 宰在周一鸣承诺票房到达五亿人民币 就要穿泳装 不知道是不是哥几个没商量好 到无尊这里又变卦了 我觉得没有 我们之前在台北就宣传的时候 有说假如好像破一亿的话 我们可能会在台北就是做一些慈善的活动 对